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星星 今天给大家说的电影是《尖锋时刻》 基于前面说过第一部,我决定把整个电影说完 第二部的剧情是紧接着第一部的 第一部的最后是小黑去香港度假 而这一部是小黑和大哥在香港发生的故事 小黑和大哥的冒险继续 电影一开始是美国驻香港大使馆爆炸 而且造成一些人员伤亡 官方的说法是死去的是翻译官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毕竟这么大的恐怖行动 不会针对翻译官去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镜头一转就是大哥和小黑 到达香港的小黑没有被大哥带到到处去玩 而是被迫和大哥一起办案 这时候大哥接到自己上司的电话 说到关于美国大使馆爆炸的事情 大哥的上司认为是痰做的 让大哥去一个夜总会调查这个黑社会的头头 大哥当然不会推迟 即使这个痰曾经是大哥父亲的拍档 也出卖大哥的父亲 导致大哥父亲殉职 最后大哥就聘小黑说 我们去夜总会 不提调查案子的事 听说去玩 小黑还是很兴奋的 到达夜总会之后 大哥偷偷去查案 小黑在台上自嗨玩的美滋滋 最后被大哥告知是在查案 这的所有人都是黑社会 场面一路陷入尴尬 之后大哥眼尖的发现 谈了手下国际章 然后就是一场追逐战 不过这次什么都没有抓到 被国际章他们逃掉 第二天早上大哥带着忙活一晚上的小黑去做按摩 我猜大哥还是想破案 这次去做按摩是个幌子 果不其然的是 这次在按摩店中意外的碰到谈 不过因为小黑的冲动 大哥和小黑被黑帮的人 扒光衣服扔到大街上 注意 是扒光 内裤都不给的那种 羞耻的二人光着电跑回警局 穿好衣服之后 大哥却被自己的上司告知 这次死的美国人事件复杂 不是死的翻译官 而是美国海关的卧底探员 调查走私的 香港警方上层的意思是交给美国人自己办 颓废的大哥走出上司的办公室 然后自己的办公室马上就发生爆炸 看上去事情十分的大条 就在大哥准备回家的途中 接到自己上司的电话 告诉大哥还是要去查 不要被美方发现就好 大哥听从调遣 去谈晚上举办的宴会 到举办宴会的船上之后 先是小黑被一个黑发妹吸引 抛妞的时候 发现一个美国大亨白胡子大爷也在这艘船上 小黑的经验是有案件就跟上有钱的白人 所以小黑开始注意这个白胡子大爷 然后大哥被带去建谈 谈向大哥寻求庇护 说帮会内发生内洞 也绝对不是自己炸的美国大使馆 不过话还没说完 谈就被国际章一枪打死 线索中断 小黑提议一起去美国调查之前那个白胡子大爷 那货一定有问题 大哥被说动就一起去美国 之后大哥和小黑开始调查白胡子大爷 却阴差阳错的查到之前吸引住小黑的黑发妹 黑发妹告诉大哥说自己是特勤局的卧底 这次的案件是关于一场巨大的伪钞案 坦白到一部真正的印钞机和硬板 而且绝大多数的银行都没有办法查出 这次的伪钞和真钞的差别 黑发妹邀请小黑和大哥帮忙调查 小黑通过自己的线人找到正在运假钞的国际章 事情的发生总是那么的相似 因为双拳难敌四手 大哥和小黑又被抓 跟在香港差不多 不过不同的是 这次没有拔衣服 大哥费尽心思带着小黑出逃 却发现自己和伪钞都被带到堵城 堵城正是喜闲最好的地方 发现这一点的大哥和小黑找到白胡子大爷新开的赌场 就在大哥和小黑寻找证据的时候 特勤局的黑发妹又找上大哥 他告诉大哥 硬板很有可能就在鼠钱的房间内 黑发妹希望大哥可以去那找到硬板 即使知道这样做没啥好处 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但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大哥也就答应去 小黑为配合大哥 就在赌场内找茬 把守卫们都吸引过去 大哥潜入房间内 没过多久就被抓住 被国际章在嘴中塞入一个炸弹 就把大哥带去见他的boss 果然没错 还是谈 这货在香港炸死 这样可以躲开所有人的耳目 电影的最后是正义的一方 对战邪恶的一方 大哥虽然被绑着 但是也不会束手就擒 在特勤局黑发妹的帮助下 成功的逃出 也在最后的关头吐出炸弹 最后就是小黑和国际章的对决 大哥和谭的对决 结局不用我说大家也想得到 该赢的还是会赢 电影用团圆的大结局收尾 谈摔死 国际章自己扎死自己 电影到此结束 跟上一部差不多的特点 趣味性大于故事性 而且消点比较集中在小黑身上 动作戏也不错 不较真的 喜欢喜剧的可以再去看看 好的 谢谢各位看官 我们下次再见